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纸老虎和真老虎 什么样的真老虎 什么样的纸老虎 先说第一类 就是很有本事 真老虎啊 自身很强 真老虎来了 看看 喝这个也喝不饱啊 没关系 以后我也不吃晚餐了 我陪你 我就记着你说 晚上不能吃饭 你还饭都没敢吃 光喝酒了 这类人呢 确实实实呢 是这个自身确实实很强 那么他呢 通过自己的这种 所说的自我约束啊 自我控制呢 可能确实实实取得了 很大的这种成就 我们看待世界呢 总是从自我的 这个角度去出发 从我们的眼睛 去感知这个世界 那么当然了 他自己自身很强大的时候呢 当然他就习惯了 用我自己 获得成功的这种经验 引申到对孩子教育当中 一旦呢 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 这个方式去做呢 恼羞成怒啊 那么可能对孩子 进行横加的这种指责呀 那么这一类的人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 确实很常见 那像第二类 容易有控制欲的 这个纸老虎 又是什么样的一类人呢 我们所说的这个紫老虎呢 当然是打引号的了啊 那么就是可能在外人看来啊 对人呢 这个很和蔼啊 并不像我们想的 那么样的强势 但是相反呢 那么可能在家庭教育当中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 确实实是表现出来 我们所说这个虎妈狼妈次的 这种控制欲啊 这类的我们所说的紫老虎呢 其实往往他自身动机啊 愿望啊 或者所说人生理想当中呢 他有他自己一些未尽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没有实现的这些个 小遗憾 或者我们所说的小目标 因为他本身来讲呢 可能觉得很遗憾 实际也就是他内心当中 对自己呢 这种所说的不完美啊 包括我们所说 缺乏一些安全感也好 这就是一种补偿 那么他希望呢 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呢 来弥补自己的这种缺陷 那么往往就把自己的这种动力呢 指向到孩子身上 所以说呢 他通过孩子的成长啊 那么甚至按照他自己的这种模式啊 或者按照他的这种愿望啊 子隐呢 以满足他内心的这种 所说的未尽的这种 不平衡也好 或者达到自信 内心的一种满足感 所以说这个呢 就我们所说的 所谓的这个子老虎 这种东西的这种东西的这种东西